检索增强生成,ROC,就是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外部的External Knowledge,比如说像网络资讯 或者是专属的私人资料库 将所需的资讯截取回来给大学模型 使用内部的知识做进一步的知识生成 我有一部影片介绍怎么使用Python 结合Google Search,实现ROC 这部影片会专注在使用Vector Database 针对专属的私人资料库,实现ROC 先速说明一下使用Vector Database实现ROC的程序 首先你会有私人的资料库 经过一个Embedding Model迁入模型 将资讯转换成向量 这个向量我们叫Embeddings 会储存在向量资料库 接下来使用者会有提示词 经过用户界面 截取出需要跟向量数据库比对的查询向量 Query Embedding 最后在向量资料库 根据相似度计算笔 找出对应的相似向量以及对应的检索 回传到专属的私人资料库 接取出对应的上下文context 最后加上下文提示词 经过提示工程整合 到大型原模型做进一步的资料生成 再回应给使用者 这个就是整个使用Vector Database实现ROC的流程 我这边会使用Amazon的AWS上面相关的资讯 介绍使用LaneChain 它的目的主要是要简化 使用大型原模型的应用程式 透过这个整合的框架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开发基于大型原模型的相关应用 以解锁增强生成的应用来说 一开始我们很多的私人资料 它会被切割成很多的trunks 这个trunks会经过Embedding Model 转换成Embedding 最后存在我的向量资料库Vector Database 其他部分就是我先前说明的流程 在实作上使用Face FAISS Facebook AI Research开发的开源库 它专门是对稠米的向量进行相似度的检索还有巨类 所提供的开源模型 迁入模型的使用上 将trunks转换成Embedding向量 我们会使用Sentence Transformers的开源模型 大型原模型会使用Gemini 这边讲是你已经看过我之前的影片 关于使用Gemini免费的API Key 以及Google Collab的使用 我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会提供相关的连结 包含这部影片的程式名 接下来我来解释使用LaneChain实现Rog的程式码 我的生设码总共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关的套件做安装 如果你是在地端的Python 你只要安装过一次 下次可以直接做使用 就不需要执行Step1这个步骤 如果你是使用Google的Collab 在你每次打开笔记本的时候都要重新安装一次 我们执行一下第一步将所有套件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你会看到这样一个讯息 接下来就可以执行第二步 程式码第二步骤主要执行两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要将相关的尝试库导入做使用 第二个就是定义所谓的Document Processor 首先在Document Processor的部分 我们会包含使用Gemina的API Key 我们使用的模型是Gemina 1.5 Flash 你也可以使用其他Gemina的模型 Embedding Model主要使用的是 Sentence Transformer的安员模型 除此以外我们要定义将资料夹里面的档案扫描的功能 这边可以处理的档案包含了PDF Microsoft的Document文件 包含了旧版DOC还有新版DOC Apps Text档案和CSV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程式码里面我们定义了Process Document这个方法 里面有一个叫做Recursive Character Text Splitter 这个基本上就是产生Trunks 在LaneTrain里面就已经帮你做好了 你这边只要做两个设定 第一个是Trunk Size 你每个Trunk每个区块的长度要多少 第二个参数设定是Trunk Overlap 指的是区块重叠的部分 设定成200个字元 设定重叠的部分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是确定上下文的连续性 因为有时候你在处理长文本的时候 有些资讯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区块 重叠的区域可以帮助保留相关的上下文 避免因为分割失去重要的内容 第二个目的是要提高 潜入或模型查询的精准性 上下文越完整 模型的回答或项量搜寻的准确区就越高 重叠区域会有助于涵盖边界的资讯 第三个是要减少分段对语义的影响 因为我使用了LaneChain 所以你看不到它实际怎么去做操作的 你只要设定好参数 它就自动帮你去完成 这也使用LaneChain的最大的好处 大幅简化了你程式开发的流程 接下来的这一小段程式码 就是使用向量数据库的方法 分割成小块的trunks 截取出来 如果迁入模型 转换成数值向量 embeddings 这些向量会捕捉文本的语义还有信息 接着Face工具会建构向量索引库 Vector Index 可以进一步进行相似度的搜寻 快速找到与查询向量语义相近的文本向量 所以说这一小块的程式码 就已经实现了使用Vector Database功能 Conversational Retrieval Train 在LaneChain里面 你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让大学模型 针对资料库里面资料去做回答 你不需要额外 再透过一些提示工程的方式 达到这个目的 这边可以去设定 回传资料的数量 这边设定是三 也就是在向量资料库里面 搜寻三个跟我的查询 最相近的向量 将检索回传给我 程式码的第三步 我们会建立一个资料夹 将需要做分析的档案 全部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在实作上 你就是在地端 选第一个资料夹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让程式码 它是自动建立一个资料夹 我们可以把档案 上传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在左边点选一下档案 你会看到Source 就是我刚刚建立好的资料夹 再点选一下这边的上传 模型机上传的三个档案 包含一个PDF档案 两个Microsoft Documents 如果你是使用Collab 这些档案是暂存性的 当你结束这个程式以后 这些档案会被删除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四个步骤 扫描这资料夹里面的所有档案 同时将所有档案 切成小的trunks 转换成向量embeddings 放在向量资料库里面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二步解释的 Document Processor那些方法 执行一下程式码 如果你的档案很大的话 它在做扫描 就需要花多一点时间 第四步这种执行完成以后 你会看到 它会显示找到了三个档案 就是我刚刚上传的档案 包含一个Bio的PDF档 以及两个Microsoft Documents 这三个档案都已经被处理过了 总共产生五个文字的部分 透过迁入模型的使用 也将文字转换成embeddings 储存起来 所以我们就将 私人的资料库的资料 转换成向量资料库里面的embeddings 最后我们使用Gemini的模型 针对这些embeddings来去做询问 比如说我们先询问 谁是Donald Trump 大学模型本来应该有 出存这个资料 但是我们现在是 针对资料库去做询问 他这边就已经写了 Donald Trump is not mentioned in a provided text 那这边他还是有 到向量资料库去做搜寻 Query Embedding最相近的向量 还是会提供三个 会传给我 我提供的资料 是使用ChartGPT 生成出来的虚构故事 故事里面主要是 Ulandi为主角 包含他的背景 饮食以及朋友圈 所以我来问一下 Who is Ulandi 谁是Ulandi Ulandi背景就描述给你 所以他的确是可以 存取我们刚才上传的一些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去做回答 同时他告诉你 他是从哪些资料 去做这个回答 我里面有特别的一个文件 是描述他的朋友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下询问 Ulandi有哪些朋友 执行一下 在这边只有谈到了 一二三三位朋友 但是事实上 在我的文件里面 他总共有五位朋友 一般来说 会造成不精准的检索 产生不正确的回答 可能有几个原因 比如说你使用的 潜入模型的表现不足 向量资料库的搜索颜色 也不合适 或者是你文本分割的策略 有问题 像是Trunk Size 还有Trunk Overlap的设定 以及查询 还有储存的文本寓意 差距过大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 或许可以先尝试看看 询不同的潜入模型 不同的向量资料库 或者是调整 文本分割策略的两个参数 来解决 检索不精准的问题 最后 欢迎在影片下方 分享你的看法 观点或经验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别忘了订阅本频道 按赞 并将影片分享给 对AI知识有兴趣的朋友 想要进一步学习相关知识 可以观看片尾 或影片下方说明栏的 推荐影片 补充背景知识 进行延伸学习